神秘买家拍走乐融大厦 掏运资本纸中植系自拍自买 近日 见证落势兴衰的乐融大厦 在第三次拍卖以5.73亿元成交 仅为市场价七折 靖德公司为一家刚成立五天的新公司 所属集团不详 对于靖德公司背后的神秘买主 大众试图通过蛛丝马迹挖掘真相 并对接盘方做出了两大猜测 一是与乐视爱恨纠缠多年的掏运资本 二是乐融大厦被卖身抵押的中植系公司 其称 拍卖结束后已向北京市三中院提交了财产保申请 截至声明发出 已全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材料 法院也已受理 按程序法院或将在三天内出具保全裁定 下一步 公司将继续通过仲裁的方式 达到债权追回其商业索赔的目的 耐人寻味的是 其背后实控人为两位温幸人士 次年 乐视深陷资金危机 掏运资本出资接手一岛 彭年12月 易热用车与浙江中泰及债务相关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以20%股权换取14.52亿债权 并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鉴于此前滔运资本向法院申请 变更为乐融大厦的执行申请人 以及一拍提出案外人异议均被驳毁 也进一步确立了乐融大厦的执行权 仍在浙江中泰 据滔运资本描述 本次乐融大厦竟买资金 为中直系公司提供 再加上网传浙江中泰大股东解如同 为中直集团识货人解直昆直系亲属的消息 其大胆猜测躲在横引物业背后的浙江中泰 既是拍卖人又是净买人